Mandy 欢迎回来我的Maya 你好,我是Mandy 你好,我是Melissa 在我们身边有非常漂亮的营养师加Thermomix专家 她是... Olivia 是的 我们刚才能跟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有三道终极料理要出来了 不用炸的糖醋排骨 已经好了,对不对? 很明显,那个味道 你们没有在现场 你们在现场真的是闻到那个味道 就是我的Maya 好好吃喔 不用炸的,可是做起来像炸锅的 但是不知道口感怎么样啦 等一下我们一一试吃 然后现在要揭晓的是 馒头 好肥美 对,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刚刚明明讲在做汤 为什么后来会多了馒头在上面呢 因为呢,刚才汤快要好的前十分钟是吗 Olivia她就把我们刚才发好的馒头放上去蒸同时 对不对? 大概蒸了 差不多最后十分钟 只需要 对 出来了就这样美美的 这个就是不用加鲜奶油 也可以浓浓滑滑的南瓜汤 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哇,真的是滑的咧 你看打出来那种字感 这是南瓜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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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得到吗 还是等一下请靠近我们好了 我们先和会留一点给你的啦 我们的摄影师 好,我看她的 我看她的摄影师表情是一直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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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流口水啊 是 好 这样子那我们就先来试吃了 第一道南瓜 南瓜我很好奇 对,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滑绵绵的 大家看她的 噓 噓 是滑的 哇,那个味道很香 是吗 它真的很滑耶 而且喝起来就像是 加了鲜奶油的那一个口感是一样的 对 好厉害 这样我们喝了之后眼睛有变得比较亮了 因为刚才Olivia讲说 喝了南瓜 南瓜对眼睛很好的 有吗有吗 有 对皮肤也很好的 有滑吗 有滑一点吗 有滑一点吗 我来看看有没有比较滑哈 欸 我很滑耶 停不住耶 其实我现在是盯着那个饭头 好啊 我在讲那个饭头 才配这个应该是会无敌 超级好吃 聪明 来我们来吃一看 像你们外面买的饭头 是不是你要脱皮了 对 自己做的就不用了 是 这个就是刚才我自己捏的圆圈圈 嗯 然后那个饭头 欸 暖暖的咧 绵绵的咧 绵绵的咧 点这个 点这个汤 我来沾一点汤 我这样吃这些我要吃它原来的味道 原来的味道很不错 嗯 其实馒头做馒头啊 最重要还是那个口感 嗯 吃进去要有点软绵绵 松松的样子 就像我提过了啦 就是要很均匀 因为再怎么样 我们用手去拌哈 再加上那个发粉的部分 你再怎么去融 它其实都还会有一些颗粒存在 就不会像说用机器 它拌出来的这么均匀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气孔啊 等一下你们靠近一点看啊 我会留一些给你们吃 你看那个气孔啊 就非常的均匀 它不会有的大 有的小有的什么不均匀这样子 对对对 就会那个层次感就非常的棒 然后再沾一沾吃 其实这样子沾着吃 可以当baby的一餐呢 或者是当早餐对吗 可以当早餐吃 晚餐也可以啦 因为我们在点减肥当中 为什么要这么提减肥 减肥这件事呢 就是必须吃饱 吃饱了你才有力气减肥 啊是不是 好 好吃好吃 我们要留一些给我们 摄影师吃了 来 排骨 排骨 这个排骨的那个色香味 视觉全部都齐全 是 来我试 你吃肉我吃姜 很大块来我试小块一点的 我那个那个 我那个那个 我怕我太大块就是 不不记得的 好软喔 对对对 我在旁边看它咬下去 它整个不是像我们 ok像我们炸的那种 传统做法那种炸的糖醋排骨 排骨咬下去都要这样 刚才我已经是准备了 我牙齿已经准备了 这样整个 怎样 香吗 对 很香 而且 它的肉保存到那个肉汁 就是咬下去 那个肉里面的汁就喷出来了 Melt in your mouth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个所谓的Melt in your mouth 是怎么一回事吗 好像吃叉烧这样子 嗯 这样子就 滑了 我知道了 它很厉害的一点就是 其实像姜片 我们如果没有充分的去爆香的话 或者是去炸一炸的话 那个姜片的味道 会很呛 很生 不管你用那个糖浆煮太久 它还是很生 可是这一个 太神奇了吧 它没有炸 没有什么 可是那个糖浆的味道 它完全进入姜片 而且姜本身有的那些姜汁啊 它还是存在的 并没有蒸发掉 所以姜片不会老 好可怕 是给我们砖口水吗 好吃好好吃 我发觉一样东西 它的温度煮到 连那个骨头也是 基本上都是软掉的 已经软掉了的 嗯 所以那个盖 那个盖汁会进入 在那个酱汁里面 而且它不会讲不熟里面 就是也不会讲太熟 就是刚刚好的 嗯 虽然这三道菜很好吃 可是真的 也不建议你每餐 因为好吃就一直吃 一直吃 三餐最重要的 还是要健康 还是要均衡 那怎么样可以吃的健康均衡呢 我们来请问一下Olivia 好了 因为给他讲我们才有时间吃 其实每一天呢 我们是需要吃午餐的 午餐 太多了吧 怎么说午餐 不会 早餐呢我们要吃 麦的 比如说要自己做麦片 Domomixer可以做优格 还有那个 早餐吃优格 可是优格 人家不是讲早上 如果肚子空空的时候 你吃酸酸的东西 它会胃痛啊 胃酸啊 其实不会的 其实不会的 然后你可以自己做麵包 不要买外面的麵包 因为外面的麵包 很多那些防腐剂啊 所以都可以保存很多天 他们用的油啊 麵粉啊 全部都不是最好的 因为要做生意嘛 对了 因为要做生意是用便宜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做麵包 还有啊 那些 Gem Kaya 我们做Kaya 做Gem是半个小时 哦 自己做Kaya 因为传统哦 虽然我是台湾人啊 可是我看那些节目 他们做老店做Kaya 就要搅很久了 是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多 所以 用Domomix是半个小时 很快 那可以放多久 因为Kaya很容易换 Kaya不能放的 我啊 平时两天都吃完了 吃光了 太好吃了吧 太好吃就一直吃 像我们家里一家大嫂啊 有小孩子啊 我觉得基本上 小孩子每一天的早餐 或者去上学啊 都要帮他准备食物 所以基本上 我的女儿每天上学 我就想 面包 我没有办法做啦 都是在外面买的 但是 偏偏她就是每一天 需要吃到面包 所以我觉得 如果家里可以 自己做面包 是真的很好的 我觉得可能一两天 真的可以吃完了 是哦 Malisa老公听到没有 老婆在讲话了 钱要掏出来了啦 OK 就是真的是自己做会比较好 因为在外面的面包 它就算 就算再怎么讲述 怎么天然好了 你看基本上面包 你可以放一个星期 它不会发霉 就觉得很可怕 对啊 你记得吗 以前他们说某某快餐店的那个面包 放在外面整年了 某某快餐店的早餐 是我曾经认为好营养 因为又有面包 又有肉片 又有鸡蛋 上面还有一片起司 增加盖质 然后呢我就不选择配咖啡 我选择配柳橙汁 那样子的快餐 其实也很营养的 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 你每天都在吃没有营养的东西 我都觉得这样一圣 哇什么满腹宝 什么宝 这样一口下去什么都有 不营养啊 不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油是过滤的油 它拿来炸 可能炸鸡 鸡肉又用那些油 煎那个鸡蛋 就是一直重用很多次 那些油 然后就会可能听说会有癌症 会开始酸性 对啊 好啦 那我喝麦片了 反正我已经被剧组下令减肥减肥 再减肥嘛 好 你也可以煮五菇米 五菇米 五菇米 所以 其实早餐不用吃太饱 哦 不要吃那些面啊 饭啊 茶粿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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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沼嘛 炸鸡蛋啊 配一杯酸鸡 鸡蛋啊 有时候你也可以自己打那些 smoothie 哦 果汁 然后加一点点冰块去 对啊 那可以当作这样子一个早餐 早餐 好 像午餐呢 午餐可以很 哦 其实这个 Tomomix可以炒一包米粉 哦 十五分钟 它可以炒米粉 对啊 十五分钟炒一包米粉 太厉害了吧 所以炒果条 很方便 哦 对啊 有时候下午啊 下午餐啊 我的孩子在家里都是 不会煮饭啊 都是吃简单 炒面啊 炒米粉啊 吃粥啊 一般小孩子都很适合吃粥 都喜欢吃粥 其实都可以 因为你喜欢吃粥了 这个十五分钟也可以包 十五分钟太快 因为不管是不是上班族啦 因为上班族 你看中午赶快赶出去吃个饭 然后回来又是继续做着做事 真的不要吃太heavy 因为吃太heavy 它也是积在你的这边 就变两个轮胎 对 晚餐 嗯 晚餐可以煲汤 可以煮一个肉 炒一个菜 像刚才我们示范的这样子 对了 对了 那小孩子他们晚餐过后要甜品嘛 甜品方面有什么建议这样子呢 哦 这个Demomix可以做冰淇淋 哦 才三十秒 三十秒做冰淇淋 哎 小孩子在那个天书里面也都有那些食谱 对不对 而且冰淇淋自己做是超健康的 自己做的冰淇淋很健康 因为很多医生他建议小朋友不是常常生病 发烧的时候没有食欲吗 在国外因为他们很多那种 和自己做的冰淇淋 医生就会建议说 孩子病了没有胃口的话 给他吃冰淇淋吧 嗯 自己做冰淇淋 自己买水果 自己买水果 你喜欢吃芒果 嗯 如果你喜欢吃榴莲 也可以自己做 榴莲冰淇淋 嗯 讲得快疯了 然后小孩子基本上他们 吃冰淇淋是做成健康的 就好 好过他们平时喜欢吃糖果啊 巧克力啊 饼干 这样的东西其实都不健康了 三句不离孩子 这个真的是好妈妈 我都只会想到说 我自己想要吃的话 可以怎么样 然后小孩子就顺便给他酱就好了 是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因为还有食谱嘛 所以就蛮方便的 像是那些水果冰沙啦 冰淇淋啦 甚至 还有一方面是 传统的甜点像芝麻糊啊 杏仁糊也都是可以用这个机器做的 可是你刚才讲一天至少要吃午餐哦 你现在只有讲三餐 另外两餐放哪里啊 另外两餐呢还没有吃午餐 早餐 还没有吃午餐的时候呢 你可以吃一点水果啊 豆类的东西啊 这些咯 比较清食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餐应该是下午茶吧 下午茶 对啊 下午茶的时候不是就是吃那个什么 麦克隆啊 然后 蛋糕 蛋糕 你可以吃蛋糕的 自己做咯 也是自己做 是啊 自己做蛋糕自己做这些甜品 其实我们的食谱里面呢 有两百道菜你可以慢慢去研究 研究 两百道菜你一天煮一道啦 一年都还不到你就可以再轮一下 然后就可以再发授新菜了 是不是 我跟你讲Manny 我每一个星期啊 几乎的菜都是重复的 嗯哼 因为真的想不到要煮什么了 而且我会选比较简单的菜煮 因为不用洗那么的多 不用再擦地板之类这样 是所以人家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之外呢 煮妇也难为 难为在哪边呢 你每天要想菜式之外 你还要兼顾做家事 然后你顾好自己之后呢 啊不对 你是先顾好家人 然后最后才顾好自己的 所以当我们在做家事的时候 如果有非常多的小帮手 好帮手的话呢 可以帮自己省去很多的时间 自己也可以当一个优雅 然后又美丽的主妇 出去的话 人家根本不知道 蛤 你有小孩啦 蛤 你结婚啦 对或者他会讲 哎呀你是那种 保持得这么的美 应该是在家里没有做菜 没有煮饭的 但是我们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呢 我的Maya的茶妈 就是我们入得了厨房 出得了厅行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厨房 小帮手Thermo Mix 也特别谢谢Olivia 来到节目中 帮我们示范这么多的料理 还有告诉我们 营养的饮食要怎么搭配 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这个Thermo Mix 还有这个电子芯片 OK 这个叫Recipe Chip Recipe Chip 电子芯片 对了 所以很方便 如果你不要看书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芯片 看这个Recipe 就是在萤幕这边 你装上去 然后你要煮哪一道菜 你按一按 你就可以看到食谱了 对了 很方便 真的非常的方便 聪明的巧妇 才能聪明的料理 家里面大小的事物 希望你们跟我们也可以一样的进步哦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 记得锁定OnFM AlwaysOnLive 我的Maya 拜拜 下个星期